我们华人的小孩 向来在成绩上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总是会犹豫不决的 在美国这个以及非常外向的文化 也可以说是考验我们的孩子的文化性格 而父母在孩子准备大学论文的写作的过程 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来帮助您的孩子进名校 而父母可以拿奖金 欢迎两位 欢迎欢迎 那么其实我们上次谈到 申请大学的一些论文写作 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再跟大家 来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上次我们谈到 就是说在准备写作论文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最主要是 你的有这个论文核心你要抓得对 你要能够展现学生们的一些人格特质 然后有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千万不要再写 不要好像laundry list一下 写了一大堆 然后根本评审官看了完全无感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核心的布局上面 你怎么样去增进自己的写作能力 那么其实不管是像万里教育集团 鼓励大家去参加图书会 读书会还有写作班 其实都非常的有帮助 但其实后面还有好几个 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什么是第四关呢 您说第四关是怎么样开头 第一次怎么下笔 你就把它想成早上你起床的时候 刷牙的时候要想吗 不要想 你用想可以刷牙吗 会刷到牙吗 不会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脑子里面做editing 所以就像刷牙一样 您是做这种不要想得太多 不要想得太深 不要想得太久 就直接就下笔写了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Stanford它收集的这个 10 Opening Line 从Stanford 史丹佛大学他们这个 录取学生的这些写作 过几年 收集的 最优秀的诗诗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Each time I place an order in Starbucks 是有点 这种方法有意思的 有点 grab you 有有 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为什么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说 这个学生他说呢 他每次去这个Starbucks 点咖啡的时候 他都要改变 因为我们都会说 你是叫什么名字吗 你才知道这咖啡是谁的 他都会改自己的名字 你想不想再读下去 我会想再读下去 那还是说 很有意思 还是说 我爸爸是医生 所以我要当医生 对啊 那就 就弱掉了 或是 I come from Diamond Bar I go to Diamond Bar High 或是 I come from Irvine Irvine High 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马上就会让你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 这样讲好了 这不是一个申请大学的论文 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章 对 你讲这个就对了 这个不是申请大学的论文 是个故事 是一个故事 所以事实上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是属于那种 说故事的能力 的方式 你怎么样可以在第一句的时候 然后引人入胜 其实我们华语很会说故事 所以就说故事吧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也很喜欢说故事的 所以就是说 可能有时候呢 学生们是想得太多了 担心太多 觉得说这一句话 是不是就定了我的人生 太害怕了 对不对 对 他们就怕 如果我leave out something 我就不会被录取 所以什么都塞进去 塞进去 那个盐巴也加 糖也加 瓶子 全部不同的味道也加进去 就像我们煮菜一样 如果什么都加 就是杂烩了 就没有特色了 对 所以这个是属于Stanford的 那我们看一下 很有意思 我很想再听听看 我再给你一个很好看 这个很简单 I have all hands I have all hands 我也说老手 为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要一直看 所以目标第一句 好像有点怪異 把那个reader抓进来 一直看下去的 对 如果你可以的 你就研究看你的课程 就引人入胜 你就会想要去 接下来去看这个故事 是怎么发展的 因为人都是有好奇心的 接下来你就要用描述性的方式 去形容讲故事的能力 所以这第一个上钩了 对不对 但是之后展现你的功力 hook the reader in 对啦 对不对 这要上钩 但是上钩之后 你这个耳要够好吃 否则的话 鱼也就觉得说我不要了 对 非常棒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是 A bridge for babies 你想不想知道 A bridge for babies 这是title OK A bridge for babies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title呢 是 因为有一个学生他参加一个competition Build 盖一个bridge 一个桥 但是那个bridge made of spaghetti 用spaghetti盖的 那那个他的bridge可以hold 90 pounds 9 pounds no 90 90磅 90磅的 所以最后我们就说 这个bridge可以hold 9 babies 10磅 OK OK That's cute That's really cute 你是这样子是不是有讲到自己的活动 可是他有没有以活动为这个重心 他是活动事实上是配角 他在讲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这个team player 这个teamwork 他的这个努力在那一边 没有讲说他多努力 他也他要读engineer 也没有说我老爸是engineer 所以我要读engineer 他没有讲他要学的engineer 但是他告诉你我造了一座桥 那你究竟展现了他这个 有这个工程师的一个脑袋 一个思想 一个思维 所以其实就是在写作方面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也不要把它 当然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有时候就像你说的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说故事的能力 说故事的能力 是不是像刷牙一样 你今天做什么事就把它写出来 小故事大起事 对对对 第二个比如说像呼吸一样 就这么自然 你去做这个参加这个summer camp 你就很自然地用 很平常的文字把它写出来 那当然了 你如果很平常的文字写出来 这时候我们万里就会教你 怎么样用更描述更生动的话 把这个你整个故事写得更完备了 对所以就用这种适量的一个修改方式 让这个故事更有这个深度跟层次 那么其实我觉得真的 像刚刚这样听你们这样稍微讲一下 这个写作的一些开头 我觉得真的就是 其实把它当成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功课 我觉得就不会压力有这么的大 就是常常就是要定你的医生 但其实后面还有一些 第五关第六关 我们等一下来谈一谈好不好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